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车间里 因为景泰兰制作工艺 纷繁复杂 只有亲自经手 它才能放心 而这份对景泰兰工艺的传承与匠心 从它选择这一方最人蓝彩时 就已十分笃定 工艺上它也是融会了多种 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传统技艺 比如说铜丝的镶嵌 玻璃熔炼 加上最后镀金碧辉煌的艺术特色 作为宫廷艺术 景泰兰在明清时期 一直是皇家独享的装饰艺术品 进入发廊厂的中年生 目睹了精致 华贵 雍容富丽的景泰兰精品 他下定决心 要将这门传统手艺学到手 复杂的制作过程 景泰兰工艺极为纷繁复杂 大工序分制胎 掐丝 烧蓝 磨光和镀金等工序 每一道工序又反复分为多个流程 其中最为关注掐丝 有个最通常的基本功 叫当铜丝分离后 站着白鸡 再一根一根地粘在铜胎上 最小的掐丝图案 不过是毫厘之间 但制作者却要花上几个小时的功夫 练好这一手艺 对于刚进场的中联胜来说 难度可见一般景泰兰 最让中联胜诧异的是 很多与他意义 从工艺角度而言 传统的景泰兰工艺 最显著的特点 是处处丝纹立布 装饰繁荣 以沿用至今 推陈出心 谈何容易 但一次偶然地出游 南湖那个西湖 荷花湖 完了六点多钟的时候 猛然回头一看 暖洋洋的色调里边 正好几个小野鸭子游过 因为我们传统都是 芙蓉鸳样 都是那种比较写实的 这是中联胜根据湖畔游玩 所获灵感完成的系列作品 《荷梦》 宽大的荷叶 仅用了寥寥数根铜丝 形象生动的画面 全凭右色呈现出来 大面积无掐丝的工艺创新 在景泰兰工艺中 是独具特色的 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 点蓝工序要求 景泰兰业内有一句俗话 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 景泰兰作品 主要说的就是点蓝这道工序 一毫米的厚度里 济湿用蓝腔和吸管 将各种颜色的诱料 在丝间一层一层涂抹烧制 再涂抹 再烧制 直到右色表面 完全与铜丝厚度相同 但是影响点蓝效果的因素 除了屏 云以及润色之外 关键因素还在于 同胎表面的掐丝 我们看传统的圆明清 这种图案 让景泰兰工艺的表现形式 有了更多的可能 和梦系列作品 让中联盛在第二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景泰兰制作体验日 这样的互动方式 吸引了很多参观体验者 不过中联盛对此并不